你曾经让我体验到的什么叫做人生疾苦 西瓜视频小发哥点赞关注了一波 大家好我是发发 自从上次挑战过魔鬼鬼胶面以后 就有粉丝给我发私信 让发发挑战一款疾苦的纯黑巧克力 大家知道 酸甜苦辣 无论哪种口味 达到了极致以后 都会强烈刺激你的味脸 让你对美食的享受 变成为一种煎熬 不过粉丝提出的建议 必须安排 据说这种巧克力疾苦无比 不含有一点点的糖分 从小就害怕吃药的发发 对于苦是没有一点点的抵抗力 相比于那其魔鬼鬼胶面的蜡度 苦更让我难以接受 开出来看一下是什么样的巧克力 有这么苦 到底有多苦 要尝试我们就尝试最苦的 所以我就买了这款 百分之百口味的巧克力 但是不管它有多苦 粉丝提的意见 我必须要挑战一下 再苦我也要尝一尝 这里可以开 我数了一下 一盒像这种小包一共有24包 还没吃呢 光闻的味道就感觉这种巧克力超苦 看这个感觉应该真的很苦 买都买了 既来之则安之 直接来一块尝一尝 看到底有多苦 你们小时候生病吃药的时候 有没有吃过那种很苦很苦的药片 这种巧克力尽嘴的感觉就是 把那种很苦很苦的药片嚼碎的那种感觉 我的天哪 这位粉丝你是好样的 我必须表扬这位粉丝 你成功让我体验到的什么叫做人生疾苦 我该苦了巨苦 我感觉这里需要有一波赞 太TF苦了 这种巧克力从入嘴到吞咽 全程没有一丝丝的甜味 除了苦还是苦 已经苦到我打嗝了 我感觉吃了一块可以让你百度不及 长生不老 满嘴跑火车 相比于前面那一期吃魔鬼鬼胶面的视频 我宁愿吃魔鬼鬼胶面 我也不愿意吃这种巨苦的巧克力 粉丝如果没感觉到那种苦的感觉 发发再尝一块让你们看看 巨苦 我趁着这个苦味还没下去 我再来一块 真的对不起 第二块我没吃下去 太难受了 让发发挑战几步巧克力的这位粉丝 发发已经挑战完了 感谢这位粉丝让我有了这么一次经历 一个字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吃不了巨苦巨苦的那种味道 不介意你们去尝试 真的超级苦 当然如果喜欢这种巨苦口味的 可以埋合尝一下 保证让你终身难忘 你现在别多吃 我几时就不想看到 不知道屏幕前的小伙伴吃过最苦的东西是什么 我估计都没有这种巧克力苦 我想大部分人都不会去尝试这种味道 像发发这样的就是好奇心太重了 发发已经被自己的好奇心害过很多次了 好了本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 想开发发下期作品呢 点赞关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见 拜拜